哇 So many Tommy 你的车 不是啊 都是一起来吃鱼头炉 走吧 我们一起吧 Let's go Follow me Follow me 今天 哇 太荣幸了 带了一个本地的很高的网红 一起来吃 我们新加坡本地美食 古老肉 沙皮鸡 黄金螃蟹 避风堂虾 沙锅老鼠粉 我们先从最不能放的 也是最好吃的 黄金螃蟹开始 哇 它咸淡黄的味道很重 因为它的肉很迷滴 好多肉 你看 这很爽 我吃了过后 有那些不喜欢吃辣椒螃蟹的人呢 其实可以来这边吃这个 它的肉很香 很嫩 而且它的酱汁呢 不会太咸 带一点微甜 很美味 真的好吃 我们来试我们的第二道 避风堂虾 你知道上面裹的是什么粉吗 仿式的避风堂的那个黄金粉 它有点带微辣 有点带咸 要做这道菜做的好吃 其实它要炸过 把那个盒也放进去一直炸 吃进去才好吃 会吃 我们现在吃一个比较近的 古老肉 这个叫冰镇古老肉 我来过这一次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了 这个其实是在酒店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 很难得能在咖啡厅里面能吃到 这不错耶 这其实还是很脆耶 我现在要是我最爱吃的 砂锅老鼠粉 有名一台吧 哇你看那个猪油渣 满满的猪油渣 给你们介绍一个沙皮鸡 这个真的很特别 它的肉不是烤的 也不是鸭肉 它是鸡肉 沙皮鸡对吧 然后它外面呢是蛋皮 鸭走来了 终于 刚刚你的嘴巴里有这么多美食以后 你再来一碗浓郁的汤 哇 哇好好喝这个 它其实有下皮包在里面 所以它很香 因为它会发一点酸头 因为它里面有西红柿啦 炸芋头啦 豆腐啦 还有我们鱼骨 它们用的其实是斗汤 所以是比较贵一点的鱼 吃了过后哇 感觉就更好喝 你看那个肉好嫩的 好我们所有菜全吃完了 说出今天你最爱的一道菜 豆腐炉 我爱吃的一个骨老肉 一个螃蟹 今天你的推荐哦 我推荐本地人吃本地餐 我感觉有点打脸 哈哈哈 好推荐 大家有时间可以来这试试 那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